丹小啦,一抽一千,根本敲盘子,日币当台币卖是不是? 算了,反正没有代理版,而且我欧皇附体,好玩就好,苛苛 靠杯,昨天看到你的线洞,你那只公仔抄掉耶,我记得很贵,你怎么有钱买? 没有啦,最近迷上一番赏,谁叫我手机抄欧耶,花小钱就可以轻松入手,跟那些非洲盘子完全不一样,抽一堆杯子还以为家里开饮料店,有够费,笑死 真假,可是一抽不便宜耶,而且那个不是听新闻说水很深,会不会只是那次运气好? 那是菜鸟的想法,内行的都知道要去哪间风水宝地,学会蹲配率剪尾刀,跟老板混熟一点,偶尔还可以凹折扣,运气好一点还可以网路转卖赚点钱,下次跟我一起去千年大楼,我教你们怎么玩 没关系啦,我们天生运气就比较差,还是乖乖存钱用收的就好了 欧欧是欧真的假的,那下次我抽到好东西再给你们看 小盘,跟你确认一下你是要抽今天最新最快到货日本限定台湾没有代理版的那套对吧? 明珍内行,请问要几抽? 先来个一抽好了 好的,一共是650元 三小喇,一抽650,抽下去我明天的餐费就没有了 算了,看现在网路上价格那么贵,又没有代理版,加上我可是超级欧洲手,一抽入魂就赚翻了 再度一抽入魂,我果然是正统欧洲人,来发个文炫耀好了 最近我有看一套新的一番上,可是公仔好贵耶 而且因为没有代理版,市面上店家一抽都好可怕,人家好怕抽到包 哈哈哈哈,不早说,我来问问我认识的店家,加上我的欧洲神韵,轻轻松松帮你搞定,说不定还可以凹到一些折扣 可是就算你抽到我也没那么多钱跟你买耶,这阵子抽太多了大失血 没关系啦,抽一番上最重要的是过程,我好玩就好,抽到的公仔就送你好了 可以吗?那先真的太感谢你了耶 老板,这边有没有最新的那套一番上,我想试试手气耶 可是那套数量很少,而且日本那边抢翻天,谈到见谷,一抽很贵要一千哦 老板不要紧张,先来各一抽好了,你也知道我欧洲王子 好的,一共是一千元,拜托手下留情,磕磕 三小啦,一抽一千,根本敲盘子,日币当台币卖是不是 算了,反正没有代理版,而且我欧皇附体,好玩就好,磕磕 先生,请问要换奖了吗,后面还很多人在等你耶 三小啦,怎么十抽都是小赏,这间店是不是黑店啊,老板是不是奏牌啊,还是根本没大奖 听说之前千年大楼的新闻,该不会我中标了吧,可是这间店老熟了,口碑也很好,现场这么多人,不抽下去岂不是被剪尾刀 老板,再来十抽 咕咕 三小啦,那我这些小赏跟公仔要怎么办,这套其实我还好耶 而且下下周好像听说日版还会到货,赶快到交易社团卖一卖好了 三小啦,这个人是谁,什么叫做这套日版超盘耶,公仔做得其实还好,都是店家炒作,日拍直接买还比较便宜,这样我还怎么卖东西,这种人一定跟他占到底 那个人终于不回了,柯柯,我真是逻辑王,可以继续卖东西了 奇怪,留言怎么被锁了,这个风歌是谁,什么叫做违反版规,谁知道你的版规是什么,说锁就锁,言论自由呢 安安,这不是我们欧洲王子吗,昨天看你动态抽那么多,很花钱吧,这样这个月还可以吗? 少在那边嘴炮啦,我很看好这套,公仔做工细节很多,而且是知名原型师,延长老师的作品,公仔到时候一定涨价的啦 真假,可是我看现在社团价格很差耶,那那些小赏怎么办? 杀小啦,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又不是你的钱,那个小赏整套整套放蟹皮,价格很漂亮,很快就有人买走了啦 好耶,你有打算就好,晚点大家约KTV,你要一起吗? 哈哈哈哈,今天刚好有事情改天吧 嘿嘿,干脆我来创个群组搞自制一番赏好了,当初这套老板说这么少,我价格甜一点,大家一定抢着药,说不定之后群组留着还可以搞个小副业,磕磕 小盘,你这个月的房租到底要不要付了? 词曲 吉尔勒 刚刚刚才发起来,不能说什么,如果是什么消息 只要是什么消息 特别是什么消息 词曲 吉尔勒 6月第一天 rol Bak Beginning 词曲 吉尔勒 我们自己aled 联邦 谈什么消息 词曲 吉尔勒 好 我再有、假话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